降为三级警戒降为二级警戒 可是两个礼拜后还是一样 三级警戒一直到现在 那接着呢 CES就开始想办法了 因为总不能够坐吃山空 所以CES很多CES都是很积极的去面对 怎么去做 本来CES的版面大部分都是 不管在脸书在IG 版面大部分都是po作品 或者是po你去哪里吃好吃的啦 等等之类的 可是呢这段时间呢 我看到很多CES 你在脸书IG上面po的是什么 po的都是洗髮精 护髮产品的一个店饭的一个特惠组 去鼓励你的顾客去做网路购买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可以去培养自己的一个店饭的一个习惯 那这也是CES无奈的地方 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客人 没有办法有技术业绩 我只能够透过社群媒体 去让我产生店饭业绩 那多少也是一种收入 所以我相信啊 很多CES呢都还是积极在面对 可是 啊 这是我刚讲的 当疫情冲击沙通业绩的时候 顾客不到店消费 你能做的有哪一些 你当然只是成为购物台 一直在做店饭 这没办法啊 因为我觉得啊 那个 这是我们CES的一个技术 人跟人服务之间的一个 一个无奈啦 因为疫情呢 就是刚好不能够人跟人互相接触 啊 那我们这个行业的CES呢 他变动也算蛮快的 马上知道说店饭是我唯一的生存条件 可是 店饭久了之后 各位没有发现 消费者在疫情期间 消费者不在沙罗做 然把消费 你要怎么办 当你的喜富店饭 已经卖到顾客不想买的时候 该卖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啊 蛮多人 觉得店饭好像有 也有一些客人会购买 可是卖了没多久 就发现店饭越来越难卖 为什么 因为客人就有那一些 那买一瓶洗把精就要洗好久 所以呢 你刚开始po 可能有人有兴趣要买 会买 可是卖了一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之后呢 你会发现 哎 接下来效果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呢 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呢 是提供给各位一些 不同的思考模式 透过一些新奇的产品 然后去让你改善 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 改善哪个部分 就是在消费者 可以在沙罗做 染把操作 那消费者也可以把这种东西 带回家里面 也就是说 生意师 可以垫办这种产品 那现在 疫情期间 我刚提的大师特条 这个概念呢 它的观点是什么 你看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家里面 已经有了一般的居家 洗户了 他已经有了洗髮金 有了护髮的东西 你还叫他买 就算再便宜 我相信消费者 应该也不太会买了 除非你达到骨折 那当然不可能了 那消费者呢 发射掉了 你看疫情期间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收到顾客的一个 我相信应该收到很多客厅的留言 我的头发乱七八糟的 那个发射掉了 很难看没精神 等等 可是消费者呢 他又不太敢 去到沙龙里面做染头吧 想染吧 他却不敢在沙龙待太久 因为现在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前一段时间呢 那个疫情感觉比较严重一点的时候 几乎沙龙里面几乎没有染碳客人 现在比较好一点 可是顾客基本上 还是不敢在沙龙里面待太久 那这个产品呢 最大是特别的 我们今天要跟分享 跟各位分享这个概念 就是大师特调 那这个概念呢 就是可以满足顾客 想要第一个快速 他很快在沙龙就可以操作完成了 时间大概20分钟 很停留时间 20分钟就可以改变你的发射 所以快速 能够 而且呢 又能够改变发射 而且呢 又可以达到一个修复头发 等等这些需求 也就是说 附加价值很高 时间操作很快的一个产品 那最主要为什么要推荐各位去做这个部分 因为很多消费者 我最近看到一些讯息啊 消费者不敢到沙龙染头发 可是他白头发长出来怎么办 他颜色掉了怎么办 他会去驱城市 会去卖场 买DIY的染膏 那如果让沙龙的顾客 养成染DIY的染膏的时候 未来我相信一定会影响到设计师 你在店里面的染板业绩 因为客人会觉得说 原来我自己染就可以了 我去驱城市卖场 买了一个DIY染膏 才300多块 我为什么要去沙龙花3000多块 所以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 你就是不能够让客人养成 有DIY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大师特条呢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大师特条 它是唯一的一种 可以做技术电半的东西 唯一可以做技术电半的东西 那大师特条是什么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 上市的一组库马染髮膜 那这个系列呢 它是髮膜 它不是染膏 它是髮膜 但是呢 它是有颜色的髮膜 那这个髮膜本身具有结构户的能力 我们知道结构户 在这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是 连消费者应该都知道 什么叫结构户了 所以这个库马染髮膜 它本身是结构户的髮膜 那同时呢 它有颜色 所以不管你是在salon 或在家里面 客人就像户发一样 只要短短的十分钟 你就可以达到修护头发 同时呢 也可以达到头发有颜色的效果 可以达到头发有颜色的效果 所以呢 大师特条 是唯一技术型电瓣 它可以提升salon店内顾客 能够快速补射服务 以及做一个电瓣业绩的提升 并且呢 可以增强顾客的满意度 因为客人 他不想染头发 可是我在店里面 可是我的头发颜色又不好看了 我是敢在salon做染发服务而已 做减发服务而已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客人 为什么不想在salon染头发 因为他不敢待太久 所以今天你就可以跟他提出一个方案 你只要花20分钟 我发射可以帮你回复 同时呢 就算你不愿意在salon花这20分钟 你也可以去推荐他 这一瓶带回去 这一瓶带回去 你居家做护法 同时又可以改变你的发射 为什么 那消费者为什么可以购买 因为他家里面虽然有发膜 可是那个发膜只是护法而已 那大师特条呢 他可以有颜色 可以改变你的发射 所以他是跟一般消费者 在居家里面的护理产品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可以提升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那salon战略 你可以把这个产品来 当成是在店里面 快速补射上色的服务 你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帮客人做护法 客人可能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在salon待太久 他不想在salon待太久 可是你今天跟客人讲说 我帮你剪个头发 那我发现你的头发 把我颜色都掉了 那我帮你做一个护法 同时呢 又可以把这个发色改善 让它变得比较有光泽 让颜色接色 比较好看 让头发颜色比较偏 比较不会偏黄 看起来毛毛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达到 那个快速补射效果 去吸引客人 想要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个消费 那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透过 嫖过法的人呢 因为我们知道 嫖过法颜色很容易掉 那头发呢 也比较容易纠结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概念 这一瓶卖给消费者 让消费者带回去 让他同时互把肩补射 肩补射 然后第三个 一般发色 一般发色颜色掉的头发 一样都会偏橘偏黄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产品 然后去让消费者做居家护理 做居家护理 那我们今天呢 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三种 这三种战略 然后实际的操作给各位看 实际的操作给各位看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请到金明老师 金明 你干嘛把镜头关掉 刚不小心按照 OK 你今天会帮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好 其实我今天最主要是 演办成电用的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这个QOMA ID在电用的时候 如何在使用上 或者说跟消费者这一方面 怎么样去让他知道说 你非用不可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荧幕上面的颜色 我有一半的颜色 我已经染好了 然后一半我还没有染 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有没有人喜欢跟我一样 很喜欢玩颜色的 如果有的话 帮我打个加一 好不好 因为 你如果喜欢玩颜色的 我非常的推荐 就是 你一定要使用 或者是你一定要玩玩看 QOMA ID这个法模 因为 你们如果看我这样 荧幕上面的颜色 你们知道 这个颜色啊 如果今天用碱性染膏 就是一般的永久性的染膏去操作 去染的话 大概 我预估啊 大概十天 颜色就掉了 OK 好 那 如果客人今天来 染一个头发 他做 七八个小时 漂个两次 然后上一个特殊色 十天颜色就掉了 那你觉得 他下次 他还会再染这个颜色 应该 应该没有十天吧 应该只有三天而已 真的 所以 你如果 因为我最近很多人 常常问我说 老师这个颜色怎么 这个颜色怎么 然后呢 为什么 因为 这个颜色 其实在现场 我这样看 其实它是有点像 Tiffany的蓝 各位有没有看到 Tiffany的颜色 就是类似这样的色系 好 那冰哥帮我跳一下 我的那个讲义一下 哎 阿边老师 要不要先介绍 其他老师 不要你先说明一下 你怎么操作 好 那我先说明一下 我等一下要操作 因为我的另外一边 是还蛮 有很大一区的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的假人头 我从假人头的 五度的底色 然后直接漂到 这个八点五度色 那各位 如果在前景场直播 如果有看过的话 其实我很注重 漂发的质感 还有使用的漂粉 如果你今天 你要染特殊色 你一定要漂发 但是你的漂粉里面 你的选择很重要 因为你漂到两次之后 你的颜色 如果底色 你染得很漂亮 但是你的发质很差 那我相信客人 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感觉 好 那阿边老师 再帮我跳下眼 好 各位呢 这个颜色呢 其实 我为什么会做个颜色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图片呢 有没有人喜欢跟我一样 喜欢看海贼网的 海贼网里面有一个角色 就是索隆 那索隆头发这个绿啊 其实我关注很久 因为我以前也很想要用 用永久染去玩 然后呢 结果染完时候发现 颜色不取久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会有色块 因为减性染高的话 有时候你涂得不均匀 就会有长长这样的问题 然后 我用的配方很简单 因为一定有绿嘛 所以黄加染是绿色 好 那绿呢 我用1比1 1比1 然后就加000 000我用15份 就可以调出这样的色系 OK 所以呢 各位可以 待会期待一下 我另外一边 完成的效果 我就会让他一个 整个头都是一样的色系 好的 也就是说客人 如果说有染一些特殊色 或者是一般发色 那他今天回到 因为头发长了 他回到salon剪头发 人家不想染头发 为什么 因为 染头发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所以salon就可以提出这个方案 你只要花20分钟 花15分钟 你就可以 我马上帮你补色 马上帮你补色 他的速度 就不会像染白要需要那么久的时间 而且发质又好 所以又可以身边做个护把 达到护理的效果 头发也可以改善 头发的发质结构 真的 OK 那当然 在店里面的服务呢 你要做什么颜色都可以 你要调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今天 今天呢 那个Jimmy老师呢 他只是跟大家分享 他今天操作 这个锁容绿的一个颜色 对 那其实在店里面 只要客人发射掉的 不管他是一般发 一般发射 商业发射 还是漂过发的发射 那你就可以拖劲他 你只要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 我帮你做一个护理 然后先把这个颜色改善 那 那个你的头发看起来 就比较不会那么毛躁 发质也会 也会比较好 只要短短的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真的 OK 好 那我们第二个 Leko老师 你要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 重点在哪里 哈喽 各位早安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部分呢 是比较居家 顾客待会去做洗法 可以同时补射的一个技巧 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里 来 我今天比较特别 我等一下会用做洗 做模特的颜色 这是我们的 古巴黄去黄的洗法精 那只要有漂过头发的顾客 都会很在乎褪色之后 头发会变黄色的一个效果 那我今天的特色 就是会用去黄洗法精 然后跟我们的上色发膜 我今天会用紫色的上色发膜 把它调在一起 让顾客同时做到洗法 然后同时上色的一个 调和的比例的方式 那这个技巧的优势就是 其实顾客喜欢头发 然后有一些顾客 他并不喜欢 额外在上副发的产品 那我把发膜跟洗法精 调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以洗出像 我现在你们看的 这种紫色的一个颜色的效果 所以是居家的方式 对 今天Leko老师 要跟大家示范的方式 是当消费者在家里面 他颜色掉了 可是他不敢染头发 可是他又不喜欢这个发色 他只好到卖场去买 DIY的染膏来染 那或者是他觉得 在家里面操作很麻烦 那Leko老师先要示范的是 怎么样在家里面 快速的透过洗法 就可以达到补射的效果 透过洗法就可以达到补射的效果 好 那Leko老师 你会怎么样去操作 来 我们先看一下 这有一个工具 各位有看到吗 从荧幕上 有看到我的工具吗 就是里面会有一个 送给顾客的副发刷 跟我们的手套 然后我们会帮商品 放在这个调和好 所以我已经把洗法精 跟发膜调在里面了 那比例就是 刚刚阿贝老师帮各位看的 的那个比例的部分 好 我用古白Yellow洗法精 跟紫色发膜1比1 然后等一下直接上在发尾 去做颜色的上色 来示范给各位看 好 用洗法精跟紫色发膜 好 那我现在留的这个区块 是针对顾客回去 已经掉色之后 要补颜色的部分 那同时这个优势就是 他洗法同时兼具上色 然后发质也都还不错 因为他发膜里面有 那个结构户的一个修护能力 那他比较特别厉害的是 各位应该会很想问我说 那这样子洗会有泡泡吗 好 我们等一下示范给各位看 他还是会有泡泡的 OK 好 消费者在家里面 他不想去做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没有效果 第二个很麻烦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原因 都解决掉 消费者他就愿意去这样做 我如果很简单 我用洗法的方式 我就可以达到补射的效果 那每一个消费者 他当然都愿意 都想要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知道颜色掉了 顾客不是喜欢那个颜色掉的颜色 顾客是他不想去消费而已 他不想到沙罗里面 花那么久的时间去重新补射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推荐他这个方案 然后让消费者回去 告诉消费者 你透过洗法的方式 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上色效果 同时呢 你的法质 因为有法膜的关系 你的法质 你不用论丝 你就可以达到 哎 法质也变滑顺的一个感觉 那这是居家护理的第一个方案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个老师 Kennel老师 嗨 有听到吗 有听到哦 你今天要跟我示范 什么样的主题 那我今天示范的就是针对 深色发色 就是平常啊 就是发色比较属于低调 而不想要 想要那个什么 低调奢华的那个发色啊 所以啊 就一般消费者染的颜色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两段色差或多段色差的 然后直接用我们简单的方式 帮他透过我们的COMA ID 帮他做均匀上色 啊因为我已经做好 各位可以看到镜头上 我已经做好 就是 这边的地方 你们看到的右边 左半边的那个颜色 镜头的右边 镜头的右边那是 你已经操作完成了 已经有 对对对 那个就是上好发膜 COMA ID发膜的处理 所以你可以透过 然后另外一边是还没做 啊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做过之后 他可以帮你完美的平衡 你的那个头发的断发色 或两段式发色的效果 对对对 那我今天是透过简单的释放 而且快速的释放 让顾客再 让你提供 提供好的那个 调配好的我们的 大师特条 对的那个瓶子啊 里面的那个 那个法膜啊 然后可以在家做一些 快速的简单操作处理 这样子 对 然后可以让他 我可以完美上色 那个大师特条呢 他不只针对 漂过法 颜色很浅的底色 他才能够上色 一般的消费者呢 他比如说 他染咖啡色 他染 不管染什么颜色 大概是六度色 七度色左右的一个流行色 可能他把根长出来 发尾掉色 发尾掉色都会偏黄 那偏黄就会感觉 发质好像很不好 好像目前啊 看到老师的脚人头这样 发尾是偏黄偏橘的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消费者第一个是忍耐 第二个去去卖场买 第二个回来自己补色 因为他不敢到沙龙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产品 怎么样去达到两段色的一个 一个接色 当然他不能 不可能完全接得很好 可是至少他可以改变你 发尾的颜色 可以改变你发尾的颜色 好 那我们镜头回到那个 Leko这边 Leko你可以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你刚刚上 那个消费者居家 又怎么去操作 L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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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声音 OK 好 我刚刚呢 就是喷水 帮假人头 把头发先冲湿 那顾客回家的时候 当然是直接 就是冲水弄湿 那我们把调好的空码ID 跟去色的一个 去黄洗髮精的颜色去直接 我刚刚是直接淋在发尾的地方 然后直接进行那个戳裸去上色 然后跟洗法 那因为这是假人头操作 我等一下会稍微带去冲水区 加水 然后来做起泡 因为在水分不够 它的起泡力就会没有那么的好 那我在位置上 所以你刚刚没有先喷湿吗 我有喷湿 因为水分没有到很多 对 我们只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会让顾客整个头发是冲湿的 然后从发尾开始起泡 带到根部去带 那我们公司有送这一个 顾客的一个刷子跟梳子 他可以直接用梳理的方式 进行洗法跟上色 所以也就是说消费者 如果说他买了这一罐回去 他自己DIY的时候 他是第一遍先洗好头发 然后头发大概还是撕把的状态之下 就第二遍你再洗一次 你这个配方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是可以这样操作 这样操作的效果是最好的 就先把头发洗干净 头发是湿的 然后局部 比如说浅射吧 有些人可能只有发中发尾 有些人只有某一个区块 比如说耳圈染 那这个区块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洗法筋 加上发膜 你帮他调好的大师特调 对 然后再去做一个简单的 透过洗法的动作 然后去肩补肾 对 是的 那他 可是他需要有停留的时间 那颜色的轻重 基本上像在实际的操作上 我会停5到10分钟 所以 起泡之后就停大概5到10分钟 对就可以了 OK 好 那看到 消费的居家该怎么去做这个DIY 如果他有了这一组的话 他怎么DIY 对 这是我们提供的 这一组 这是金装版的 那个我们KOMAID为你装 那个包装 然后里面就会帮你提供 就是刚刚我们Leko老师有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手套跟那个染刷组 那客人啊就是透过大师啊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帮你调好的大师特调 然后直接因为我今天是用那个燃碗 把它装到燃碗里面 所以帮他做直接操作的时候 像一般啊 在客户他会直接在罐子里面 直接打开 直接操作也可以 那 我现在就是直接用燃碗的方式操作 那其实在家啊 简单的就是头发 全部都是清洁 洗完头之后 把你的那个设计师啊 就是所有设计师帮顾客调好的配方 KOMAID的配方调好 搅拌均匀 所以一定要均匀哦 因为有些颜色可能挤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均匀的地方 可能就是挺那个客人啊 如果不均匀就把它搅拌 或者是设计师也先把它搅拌好 那个当然设计师先搅拌好啊 因为他到时特调一定设计师调啊 好我来补充一下 好你操作你的大师特调呢 什么叫大师特调 也就是说你可以依照消费者的需求 或者是设计师你的设计 你调好比如说红加黄会变什么 红加黄会变橘嘛 或者是那个红加紫色红加蓝色 它会变紫 你调好的这些配方 然后呢装在罐子里面 卖给消费者 你不是整罐卖给他哦 你不是整罐卖给他 因为假如这个蓝色 那客人没有染蓝色嘛 所以你是透过设计师 你的色彩学的专业 你去调出一些颜色 那这个颜色好调吗 这个颜色很好调 颜色配方很好调 你如果调过一次两次 你就会调了 调好之后装在这个罐子里面 然后卖给消费者 那消费者呢 接着他在家居家使用 他只要先把头发洗干净 然后呢戴手套 像我们现在箭头上面 看到老师这样戴手套 然后用手去挖就跟护法一样 护法呢消费者会把 在家护法都是把罐子打开 用手去挖法膜 用手去挖法膜 然后呢再来把抓涂抹在头发上面而已 像这样他会在大师这条罐里面去挖法膜 然后用涂护的 因为消费者不像这一次会一片一片的操作嘛 那你也可以用在现场 在salon你也可以用这样操作 跟你的顾客讲 很简单 你只要分一个区块 护一束 头毛护护的 护护的后要怎么 护护的后要怎么 护护的后你就用梳子 我们袋子里面有附一把梳子 然后呢就把它梳均匀 就可以了 所以那消费者其实操作 对操作其实很简单 不管是把头发梳开 还是把法膜梳理均匀 所以消费者在家里面操作 完全不会很困难 它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你能够让消费者知道 我原来这么简单的操作 我就可以达到护把 跟把颜色补回来的那种效果 那消费者的一个消费意愿就会很高 你在家里就会帮你 你不用出来陪人家到老家 你不用出来冒着生命的危险 你还要去跟疫情对抗口罩 全副武装还戴面罩 还戴台积电的穿着 整个穿出来 你不要那么麻烦 你在家里面 你就可以达到简单的操作 操作枕头大概是五分钟而已 然后停留八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涂上去之后像老师这样 再把那个书用梳子 把头发大概梳理均匀 用梳子来把你的把膜 因为你大把的涂肯定有的地方没有涂到 有的地方没有涂到 那你就是用梳子把它梳理均匀 梳理均匀的时候建立客人重新再把它抓一次 补一次就好像我们护把一样 那有没有觉得这样消费者在家操作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是把膜 它是把膜 所以它操作没有我们想象中像染头发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方式 好 那吉米老师 吉米 请问 他的那个 你认为他的商机在哪里 他对C师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我在居家使用的话 吉米 好 那在于那个店里面使用 好 那阿边老师帮我转一下我的准备的讲义要给大家的 好 好 那其实我这边已经操作完了 那我还在做检查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你在店里面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样去使用 它会让你在使用这个空门ID可以更加上手 第一个呢 如果你在你是身为设计师的话 我跟各位讲一个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如果今天在染头发 是不是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金钱 你越快越好 那也可以让客人不要每次染头发做太久 所以第一个这个空门ID上色时间非常快速 你像我刚你们各位该讲完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颜色已经上完了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它操作非常的简单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法膜 对 所以你就把它想说 我就是想尽办法把这个法膜涂在头发上面 然后让它去均匀的有颜色 这样就可以完成你在店里面使用上面的一个问题 好 那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我今天示范的颜色呢是比较夸张一点 因为虽然说今天是属于就是还是以产品为主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个颜色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空门ID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颜色 所以它可以轻松调出特殊色彩 重点来了 我为什么要写特殊色彩 因为往往很多设计师在调一个特殊色的时候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调完之后 揽高的颜色 调完 怎么跟我揽上去的颜色不一样 可是呢空门ID我跟各位分享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揽的这个有点像是索隆的绿 对不对 所以待会儿我给各位看 这个萤幕跳走之后 我们再来给各位看我的蓝碗里面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你就会知道跟我头发颜色几乎是99%一样 也就是说你调出来什么颜色 你眼睛看到什么颜色 你涂在头发上面大概就是那些颜色 对对对 除非说你的底色是没有漂过的 没有漂过当然我们就会因为有底色的关系嘛 对这个我相信各位设计师都知道这个重点 好 那特殊色彩在空门ID是非常容易调出来的 第四个部分呢 它可以增加你蓝法业绩的收入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想说 哎 我不会调特殊色 所以我赚不到特殊色这一块的设计客人的钱 然后我调法的能力很弱 所以我觉得我的蓝法客人很少 好 你如果之后呢 你有使用这个空门ID或是你已经开始玩的人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他非常的简单 所以他可以额外去拉住你很多你客人 你以前就是比如说奶茶色啊 蓝黑色啊 或者是什么粉紫色啊 粉红色啊 这些客人不会来找你的都去找别人设计师的 你如果有这个东西 我相信你会慢慢拉到一些这些的客户 OK 好 然后第五个部分 这个是我非常的关键的重点 通常很多设计师都会想说 哎呀 这个是酸懒懒出来的颜色 我没办法懒 那酸懒懒完之后会卡色 所以跟客人讲说 啊 你不要懒不要懒 因为你之后要剪掉 可是呢 空门ID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懒出很多特殊色 可是呢 相对的他不会有卡色的问题 因为就像我今天懒了这个锁容绿 如果我用酸懒懒的话 各位一定会想说 啊 这个一定要剪掉啦 嫖啦 好 可是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呢 客人的慢慢洗慢慢洗 其实他头发的颜色就会渐渐掉色 所以还不至于说整个卡在头发上面要剪掉 那么好像客人就会觉得说 那我还是不要用特殊色好了 啊 掉色怎么办 好 掉色的话 其实 你就可以 你的设计师说 啊 设计师的颜色掉了 然后他就会调一罐 他上次调了这个 1比1比15 就是红 刚刚我跟各位分享这个配方 然后你就可以带回去 直接涂在你的头发上 那就OK了 所以他很简单 也就是说你可以 邦科恩展的这个颜色 顺便卖给客人一组大师特调色 那在这个你卖给他的颜色 就是你帮他涂的颜色 他颜色掉了 居家也可以染出这个颜色 真的 而且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们不知道 我今天分享 今天没有上线的人 没有看到我的这个配方的话 其实我这个配方 昨天在我的IG 其实我已经有分享 然后很多人都 在那边说 啊这是什么颜色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上线看到的话 其实你就会觉得说 啊这颜色超级难 调出来了 可是 你用了COMA ID之后 你就会发现 啊只是三个颜色而已 这么简单 对 好 那你觉得对消费者的好处在哪里 如果说消费者在店里面 做这个服务的话 好 那消费者如果也在这个店里面 做这个服务 其实我觉得说 第一个我们讲说 拦法时间缩短一半 那是不是客人就会觉得说 哦 他赚到了 因为他还可以去赚钱 他还可以去赶快回家煮饭 然后不要被老公发现 等等 其实这个时间真的很快 因为你看我们直播这个时间那么短 我底色处理好之后 直接上色 等一下冲水起来 连洗都不用洗 护法都不用护 因为我就已经在做护法了 所以时间就OK了 所以好 这是时间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他可以帮助你永久染退色的问题 当刚 其实Ben哥刚好讲到很多 就是如果客人掉色怎么办 就挑一罐给他 那如果客人不喜欢这颜色 他想要换色 那就调新的给他就好了 所以对消费者 有非常多的优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COMAID是护法同时染法 所以他可以一次完成 不需要就说你要先染 然后染完之后再护 然后护完之后 颜色掉了又要再补色 又偷了什么之内 很多问题 对 所以他可以一次完成 然后呢 加上你想变就变 颜色你不喜欢 下次摄影师就帮你调新的颜色就好了 就不用有卡色的问题 然后重点来了 他没有吃鼻胃 头皮也不会有不适感 因为他不是染膏 他是染膜 真的 而且他没有双氧 重点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染头发的时候 其实有些客人会头皮敏感刺激 就是因为他有伤口 那伤口碰到双氧 他就会刺痛 但是这个护法 其实你碰到头皮 没有问题了 因为他搓一搓 洗一洗就掉了 而且你当下根本不会有味道 加上因为直播的关系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们可以请业务 去到你们店里面 让你们看一下 闻这个味道 其实它是香的 OK 这也可以提升消费者购买的意愿 因为味道 真的 真的 那其实呢 最主要的目的是 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就帮客人达到 染膀跟护法的一个效果 消费者他比较愿意 在手上里面花20分钟 然后去做这个服务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的 也就是在疫情期间 你怎么去吸引客人消费 对 你要改变你过去的做法 你要怎么用快速简单的方式 去让客人愿意花这短短的时间来消费 你才有业绩嘛 对 阿贝老师你声音关掉了 你怎么会关掉 不晓得 给各位刚好萤幕给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手上的那个蓝碗里面的颜色 是不是跟我头发的颜色一样 跟你衣服的颜色比较像 跟我的衣服颜色也一样 这是为了今天所穿的 你在调的时候 你不知道锁容绿 染出来是怎么样 其实你调出来颜色 你看颜色好像太蓝了 颜色太蓝 你再倒一点点黄进去 调出你觉得跟锁容绿 那个发膜的颜色 跟锁容绿的颜色差不多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调色是很简单的 对 好那那个 Neko Neko老师 你觉得他消费者 居家里面 他的优势面在哪里 做居家补射的部分 居家补射 你觉得他优势在哪里 我想一下 他居家补射的优势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用洗髮筋 跟髮膜完之后的 髮指状化 其实是顺的 那我想一下 他居家补射的优势 就是我们一般顾客 瞟过的头发之后 或是自然的颜色 都很在乎掉发 那我刚才这个技巧呢 他针对浅测法的优势 就是他在洗髮 他可以同时 顾法上色 那不会像一般 因为受损的头发 或瓢后头发 光用洗髮筋 比如说用上色洗髮筋 他光只有洗 他头发是会觉得 是干涉的 他还是要再做一次 髮膜 那当我们把洗髮筋 跟髮膜挑战 一起去做浅测的 居家护理的时候 他是洗髮同时上色 那优势就是 顾客可以持续性的 维持髮色 那又像在疫情期间 顾客一般对于 顾法如果没有颜色 其实顾法的 维持度跟持续度 顾客会比较薄弱 所以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很快速 你们可以看 我刚刚在洗第二次的时候 他一下就可以冲水 因为我们在颜色的一个补色功能性是很强的 那这个反模的优势是他又有一个结构库的强韧度的一个修护效果 所以在针对顾客自己在家的一个洗腹的优势是蛮强大的 然后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的部分 我现在知道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适合推广的一个对象 因为其实顾客自己都会有洗髮精 可是并不是每一罐洗髮精的颜色 跟库马ID都可以调和在一起 所以古巴黄色跟库马ID调和在一起 我们适合的一个对象呢 就是反复染发的顾客 或者是挑锅头发的族群 我们都非常推荐用这一组 然后给客户回去做颜色的一个补充 那再来呢 就是其实只要是年轻的顾客 或是颜色喜欢多变的顾客 他喜欢随意的改变发色的时候 或是在乎颜色的持久度 都非常适合今天的一个技巧去推荐给顾客 在补色的部分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补充一点 我曾经跟一个年轻的社医师聊天 他说他的业绩 他的业绩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客人都是学生族群 年轻人 那学生族群呢 他都是靠打工 那疫情期间他没有办法打工 他就没有钱 所以他业绩掉了八成以上 业绩掉了八成以上 那怎么办 因为学生他就是没有去打工 他就没有经济收入 没有经济收入 他就没有办法去到Salon做消费 那年轻族群他的发色 又是想要去表现一些比较不一样 或者是他想做 那个不想这样变稻草房 那像这种年轻族群的顾客 或者是他要染的比较浅的颜色的客人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第四点 染把颜色退色后变稻草房 可是变稻草房 他又没有钱到Salon去做染把服务 怎么办 你就可以推荐他使用这一瓶 他居家就可以做护法兼补色 去改善颜色变稻草房的一个效果 那怎么去推荐店饭 几个方式分享给大家 当然我相信每一个社医师 都有你自己的方式 当你看到这个产品 你觉得适合哪些客人 该怎么去推荐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我们大概是提供四种方式 第一个 你就在疫情期间可以简单的 还好是戴口罩没有关系 跟顾客简单的聊天 看他平常怎么样 试探性的去问他 有没有常出门啊等等 然后我请问顾客对发射 我觉得你这个发射好像已经变黄了 你觉得怎么样 那顾客的感觉 对颜色调操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想不想染头发 当然客人如果愿意花时间染头发 你还是帮他染 可是顾客呢 如果不愿意花时间染头发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做店饭推荐 那就可以去做店饭推荐 那顾客如果在家里面觉得 你的头发好像在家里面洗头会打结啦 那你就可以 他如果会打结 你就可以推荐他 他又同时兼具护法的效果 结构护的效果 以及补射的效果 当然 社医师本身呢 你要在IG你的脸书上面 你去要剖一些文 所以你居家可以改变法色 居家改变法色 让你的客人也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去改变法色了 那客人知道有这个方向 有这个原来有这么好用的产品 这么实用的产品 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常讲 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卖 疫情财 有关疫情的东西是最好卖的 比如说酒精啊消毒水啊等等这一些 疫情期间呢 就是疫情财要那个 这个我们COME ID也算是疫情财 为什么 因为疫情期间消费者他不敢到salon里面 做燃法消费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原因呢 能够推荐给他把这一瓶带回去 那你要怎么让消费者知道 平常你在你的社群媒体 在脸书 在IG 你就要去多发这些文 并且呢 你要告诉你的客人 那客人很怕麻烦 每一个人都很怕麻烦 你就告诉他 你只要透过洗髮的方式 然后把头发冲湿 或者是先洗一次 然后呢 透过这个方式 你比例告诉他 洗髮精大概加多少 挖一点髮膜 然后呢 直接用洗髮的方式去洗头 用洗髮的方式去洗头就可以了 消费者觉得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才能够吸引他的兴趣 那刚刚那个Leco老师 已经示范怎么去操作了 OK 好 那个Cano Cano老师 哈啰 哈啰 你已经收拾了这么快啊 对啊 因为就是在家 DIY 就是速度快啊 而且让顾客感觉就是 方便啊 快速又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真的 不会耽误到追剧的时间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 对对对对 就是让消费者简单快速 对他消费者才愿意使用 没错 然后针对设计师的部分啊 因为我们又帮他们 帮你们啊 就是做了一个就是大 吃特条的一个杯子罐子啊 让顾客在针对那种 因为我们平常在染的那个颜色深色啊 就是很怕就是跑出那个橘黄的颜色 对 让他就是维持可以持续一直还原就是设计师刚刚帮他染完就是的那个很完美很漂亮的那个沙龙色 那个时间的关系看到你妈妈你先吹干先整你头发 对对对 好好好 OK OK我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 大师特条 大师特条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这个方案 因为整个市场全球包括啊台湾以外 台湾是最近今年才开始爆发疫情 国外都已经爆发疫情了 那那个COVID-19新冠肺炎的那个大流行 所以呢导致消费者对DIY产品的一个需求 就像我刚刚说的消费者不敢出门 那他怎么办 他只好去卖场买仗高回家自己DIY 包括盖板长排把长出来的人也是一样 所以下个礼拜四我们会讲怎么样 量身定制色彩 像Jimmy老師示範的那個顏色 消費者對量身定制色彩的一個需求 那第三個方式是瓢髮像Leko老師示範的 瓢髮市場的興起 像巴拉亞居 伊爾塔區等等這些手刷人 他都一定要局部瓢 那局部瓢顏色掉了怎麼辦 像這些顏色大概洗三次 我估計大概洗三次一個禮拜的時間 顏色就掉光了 那顏色掉光你就可以居家快速補色 喂 有誰有問題嗎 好 那Norman Norman 麻煩注意一下那個聲音 Norman 好 那大師特聊呢 我們是一整組的 一整組我們會附上 我們附上這個大師特調罐 其實在我們國外 他只有這種產品而已 只有產品罐裝 但是你不可能賣客人一整罐 你不可能賣客人一整罐 因為你賣一整罐你就沒有設計師 就是染把大師的價值了 所以我們都建議 你可以調亂七八糟的顏色 調好之後 裝在罐子裡面 裝在罐子裡面讓你的客人帶回去 你可以透過優雅色跟創意色混搭出 各種不同的顏色 然後裝在這個大師特調罐裡面 同時你在底下 我們特別留了一個空格 簽上你的名字 簽上你的名字 你就是大師特調 甚至你可以簽上 這是屬於什麼顏色 比如說像剛剛Jimmy老師所說的 索隆綠 然後簽上你的名字 比如說阿花設計師 然後索隆綠等等 沒有開玩笑 這樣才會產生價值 因為特殊調色 代表消費者 他在別的地方 買不到這個顏色 他今天去找別的設計師 也調不出這些顏色 因為只有你才知道這個配方 索隆綠的配方是怎麼染的 就像剛剛Jimmy老師所提的 他在IG有po這個顏色 很多人在問 這個顏色怎麼染的 怎麼調的 其實很簡單 那不就黃跟 就黃色跟藍色1比1而已嗎 然後再加上那個透明色 就這麼簡單 所以只要四個簡單的步驟 將COME ID的染保模 依照個人化 就是你幫他設計的顏色 的一個配方比例調好 然後調配的總量 大概是200克到250克左右 並且你要在顧客紀錄卡 紀錄上這個顏色 要不然的話 客人會打電話給你 那個阿華社醫師 你上次幫我調的顏色很好看 再幫我調一罐 不記得要怎麼辦 所以建立你要在 你的顧客紀錄卡紀錄上 這個配方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步驟 然後將調配好的 那個配方 裝在這一瓶特條罐裡面 袋子鎖緊 並且 簽上你的名字 或者是特條顏色的名稱都可以 然後將特條罐 裝入到袋子裡面 我的袋子呢 裝入到袋子裡面 那袋子裡面要裝什麼 然後除了特條罐以外 我們特 我們特別貼心 我們知道消費者在家裡面 他在護保的時候 通常他都沒有手套 所以我們還附贈了這個操作袋子 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手套 跟刷子 裡面有手套 一個手套 然後跟附上一把這麼小巧可愛的刷子 消費者戴上手套 挖把磨起來 然後只要這樣抓一抓 然後梳子這樣梳一梳 然後再抓一抓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把這些東西都裝在袋子裡面 都裝在袋子裡面 這個就是你獨家為這個客人量身定制的 大師特調社 大師特調社 然後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問我要怎麼收費 到底要怎麼收費 好我來算成本給各位聽一下 來算成本給各位聽一下 這一瓶 我們有分兩種 優雅色 大貨 五百貨 這一瓶五百貨 五百貨售價是八百元 沒有打折八百元 等於一貨是一塊六 1.6元 然後創意色 就是這一些 這個是創意色 創意色 創意色是280貨 那售價也是八百元 大貨小貨售價都統一 那創意色280貨 那八百元 等於一貨是2.85元 如果我是把這兩個 調在一起 一比一的話 那一比一等於 那個一貨 一貨是2.2元 短髮的用量大概50克 短髮用量大概50克 我們算2.23好了 50克乘以2.23 你今天短頭髮幫他做一次 大概是112元的成本 那你怎麼收費 收費大概1000到1500之間 我這邊寫收費1000塊 那是起最少 最少 因為他是護法兼上色 你不要把他當染法 你把他當護法 所以大概1000 1200 1300 1500 都可以看你Salon的收費標準 那其實呢 這樣你的成本 跟你的收費比例上 你就可以達到那個10倍 那中場法來講成本大概是179 你收費就是1200起 你看短短的10分鐘到20分鐘寒沖水 10分鐘到停留10分鐘 塗抹5分鐘 沖水5分鐘 大概20分鐘 20分鐘 你的業績 就可以增加1000多塊業績 所以這個是很快速 可以去提升你客人業績的一種方式 你如果長頭髮呢 成本大概是268元 收費大概1500 1800到2000 你要收到2200也可以 所以呢 這是依照每個人的收費標準 每家Salon的收費標準 去收費都可以 好 那怎麼電飯 我這個大式 調好 裝在罐子裡面 我要賣多少錢 我要賣多少錢 那就像我們剛剛算的 如果說像這個產品的一個成本呢 那個 我這兩個產品配方 調在一起 比例是1比1 每一摸的成本 平均算下來大概2.2元 那當我們裝灌 這個客人是短髮的話 我大概裝200克 調大概200克裝進去 200克乘以2.23元 它的成本是446塊 成本是446塊 如果按照一般我們在做電飯的一個標準 成本乘以2 大概896塊 892塊 892塊就是我的電飯價錢 那我們算900好了 900塊就是我電飯價錢 可是我為什麼這邊會寫1200起 因為你不要忘了 你是大師 你今天賣給他不是顏色 你是賣給他是你的專業 你幫他調好的這個配方 是你幫他調的這個配方 只有你知道 所以我會建立再加上一個大師特調費用 最少300起 所以剛好是售價 如果是調200摩 售價是1200起 你要賣1200 200克你要賣1200 1500都可以 那200克客人可以用幾次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 我們後面會講 如果是250克的話 成本是558元 我講都是沒有打折的價錢 售價是1500起 你要賣1500 1800都可以 如果客人 因為這個罐子最多只能夠裝250克而已 最多只能裝250克 所以就算長版 成本也是558 250克的成本是558 你要賣1500 1800 如果你今天費用 不是費用 調的比較麻煩 這個加這個 然後 再有別的這樣混加在一起 你調很多顏色 你當然就可以賣得比較高一點點 那今天特別 針對今天的一個 有上限人 我們Sawco 知道說目前的疫情期間 大家都不好過 大家都不好過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有提供了一個非常非常 優惠的一個方案 怎麼說非常優惠 那這也算是大家共體時間 共體時間 也就是說你今天 只要這個系列 任選四瓶 不管大瓶小瓶的 任選四瓶的話 四瓶一瓶800元 原價大概是800 483200 483200 然後我們會送 那個大師特條價 大師特條價在這個盤子 這個盤子有沒有看到 可以讓你去裝 那個產品的 一座大師特條價 然後還有特條杯 八個 大師特條杯 就是這一種杯子 它有黑色 有白色 有這兩種顏色 然後還有這個工具組 還有這個工具組 然後還有一個專屬的紙袋 這些總共 四瓶的法模 加上這些東西 總共原價是5120 我們幫你打4.1折 只剩下2100 打4.1折 打4.1折下來 我們的剛剛換算的 這些成本 就又更便宜了 剛剛換算的這些成本 就更便宜了 那第二個方案 你只要定大師組 大師組 大師組就八坪各一坪 我們總共 commaid是八坪 八坪各一坪 我們會送你兩個調色架 就兩個底下 裝commaid的這個盤子 然後還有特條杯16個 這個特條杯16個 然後還有工具組16個 工具組16個 然後還有紙袋16個 就是你可以賣給16個客人 原價 合計原價是1萬240 但是今天我們幫你打3.8折 只要3880塊而已 打38折 那你看1萬多塊變3880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麼低的折扣 最主要是要讓共體時間 讓消費者 讓沙龍設醫師 你可以再透過這一組 然後進去提升你的沙龍的護法 染法業績 以及你的電飯業績 等於說是讓利給各位設醫師 讓利給各位設醫師 所以透過今天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希望說讓沙龍的設醫師 真的可以透過這個產品 賣產品是其次 怎麼樣去協助設計師 在疫情這段期間 真的能夠提升你的業績 真的能夠提升你的業績 不管是店內的業績 還是店半的業績 那為什麼會說 會有這個方案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設醫師 你要在你的社群媒體上面 要賣洗戶東西是越來越不好賣 你必須要去做不一樣的電飯 做不一樣的電飯 然後ComaID 它是唯一的技術型電飯 也就是說消費者 他不用到區城市 他一樣可以享有 那個可以改變髮色的產品 那在疫情這段期間 才是顧客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 然後設醫師呢 可以透過ComaID這個產品 能夠提升Salon電 那個電用 不管是護法的業績也好 或者是你把它當染法也可以 染法的業績也好 你只要在短時間 可以去改變髮色 能夠吸引消費者 願意消費 我覺得產品是其次 什麼樣的產品能夠幫 能夠幫助設醫師去引起消費者 願意去消費 我覺得那個才是好的產品 你今天如果還是跟客人講 我幫你染頭髮 我花個三個小時 我想客人的意願度會不高 可是你如果跟客人講 你只要花20分鐘 最多不超過半個小時 你就可以達到護法間上色 當然你要跟客人強調 這只是短暫的 所以呢我建議你 你幫客人做好之後 建議他還帶一瓶回去 順便可以提升你的電辦業績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他可以去讓消費者 願意花一些錢 然後去買這些東西 回家整理自己的頭髮 我告訴每一個人的心態都一樣 沒有人願意當黃眼婆 沒有人願意自己變得邋遢 那消費者為什麼會變得邋遢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那在家裡面我白髮長出來 我的那個染髮顏色掉色 可是我不敢到外面去消費 所以他沒有辦法才變得邋遢 可是你要告訴你的客人 透過這個東西 你可以在家裡面 一樣可以回復到 我幫你染的髮色 消費者的意願度都很高 同時你要告訴客人 他操作非常簡單 然後那個什麼停留5到10分鐘 就可以了 就跟你平常再加護髮一樣 因為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自己不會染頭髮 我自己不會染頭髮 那消費者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你要告訴客人 簡單的跟他說明怎麼操作 客人如果覺得很容易 他才會覺得才有意願去購買 才有意願去購買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這個觀念提供給大家 那個了解一下 那我順便 我再重複一下 第一個方案 只要四平 那我們打4.1折 原價5120 特惠價4.1折 只要2100就可以了 那整組的大組的 第二個方案 大師組 原價10240 佛心來著 打3.8折 特惠價3880 你看便利這麼多 便利這麼多 主要是我們希望讓利 給店裡面的設施 讓利給店家 那大家一起 共同度過疫情這個階段 好 那等一下有 喜歡嗎 喜歡這個組合嗎 有沒有覺得便宜 如果覺得便宜的麻煩 幫我打太便宜了 可以貴一點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老師們 顏色 也差不多都完成了 我們先看一下 金明老師 金明老師 你可以幫 那個示範一下這個顏色 好 各位可以看到到 金明你停多久 20分鐘 對 那 其實因為 為了在很短時間內 讓大家看到完整的效果 所以我的動作 所有都很快 對 真的 好 那 剛剛有 我剛剛看到那個訊息上面 有老師看到 就是說 如果圖半頭 大概要花多少課 好 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今天 等一下 我這邊有 我剛剛不是有 有 有那個分享嗎 客室 可能訊息上面 有老師在問 店內服務呢 全中長髮用量大概80克 中長髮用量大概80克 長髮的用量大概120克 當然我們有時候髮量多 髮量少 不一定啦 那但是建議喔 如果說 比如說這個客人髮量比較多 或者頭髮比較受損比較乾 那記得頭髮一定要在施髮上面使用 不要在乾髮上面使用喔 為什麼 在乾髮上面使用 你會用量很多 所以要在施髮 然後第二個呢 你可以在你的調好的髮膜上面 加一點 我們的那個PH4.5水手護 倒一點點水手護進去 讓它變得比較軟一點 因為它畢竟髮膜比較稠一點嘛 你想它變得軟一點的話 你可以倒一點PH4.5水手護 倒進去之後攪拌均勻 讓它比較水一點 你就很好去操作了 你就很好去操作了 所以用量大概是這樣 平均 甚至有些施司跟我們回覆說 那其實用量不用那麼多 你就想像一下 對 PH4.5水手護就是我們目前那個 Canel老師所拿的這一瓶 就是4.5水手護 因為它是附設的 使用前請搖一搖 使用前請搖一搖 然後倒一點點進去 就可以了 倒一點點進去那個髮膜裡面 然後攪拌均勻就可以 那各位到時候呢 我會把這些頁面擷取下來 你有興趣想要去算成本 想去了解成本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我們業務索取 可以跟我們業務索取 可以跟我們業務索取 好 那我剛剛說的這個方案 我剛剛忘了講 我剛剛說的這個方案呢 我們我特別跟公司要求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我也是設計師 我也是這個行業出身的 那我跟公司 跟公司特別要求說 可不可以讓我們 第一個可不可以折數多一點 讓我們設計師能夠共體時間 然後讓利給設計師 然後第二個呢 因為有些人可能需要考慮的時間 或者溝通的時間 要跟老闆講 怎麼樣 所以我們的活動方案 到禮拜一 到禮拜一 你只要擷取頁面 然後或者是跟我們北中南 你的直屬業務 你所屬業務講 然後就可以 所以你要大師組方案一 還是方案二 這是我跟公司特別要求 我相信你之前 如果有有進過我們這個系列的產品 或者有問過 他絕對沒有打這麼深的折扣 這是我們那個這一次 特別為各位所準備的 真的佛心來著 我真的佛心來著 好 那我們還是回到那個 金玲老師的作品上面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兩邊的完成度 是不是顏色都一樣 然後 有沒有看到我的衣服 因為我穿這件 如果今天噴到的衣服 不用擔心 因為剛好補色 我這邊 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各位覺得頭頂比較偏黃 那是因為頭燈光 頂部的燈光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我把燈關掉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的頭 那個上面那個 外面的燈光過來就左半邊 鏡頭左邊就變得比較偏黃 那是燈光的關係 對對對 好 然後 跟各位補充一個點 就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要操作這個顏色 其實如果今天我們在現場 我們可能會 腦袋會很燒腦 就是要想很多 然後 我還是一樣 就是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喜歡玩顏色 然後我很建議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真的 顏色你自由調配 然後你如果你不準的話 你就把它調一調 調完調一調之後 然後 先刷在你的白紙上 大概知道什麼顏色 因為大概就會是那個色系 OK 好 那如果喜歡這個顏色的話 請幫我打個愛心 好不好 讓我有一個 下次可以再想一個新的顏色 來跟大家分享 他才不會對我壞掉了 哈哈哈哈 謝謝各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Lekko老師跟我們分享 你DIY的作品 OK 所以現在其實他顏色的展現都很好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技巧 是再重複一次 包括洗髮可以同時上色 那設計師可能會想說 那坊間有很多上色洗髮精 我為什麼要用古巴夜露加髮膜呢 差別是他完全不會卡色 跟他顏色的轉換度 就是顧客每一次洗髮 他轉換色素其實都很容易 所以他的優勢還有在洗的過程 可以同時護髮 所以我蠻推薦這個技巧的 那剛剛Lekko老師有提醒過 就是第一次就是正常的清潔之後 第二次你就用古巴夜露跟髮膜 調在一起 然後就是隨意看你喜歡 顏色的比重去調給顧客 那我覺得他的電飯業績最好的就是 顧客喜歡隨時可以補色的情況下 基本上他如果以這個用量 他每天洗髮 他可能再回轉跟你去購買 這樣的調好的商品 的機率點會更高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下一次 你就可以栽配到家就對了 對 然後優點就是 其實就像今天老師們講了 他當天在沙龍做完技術業績之後 你可以調完他要有顏色直接給他 然後回去持續做保養 那重點是完全不會卡色 這個其實他的魅力點蠻高的 那最主要是方便 你不用不一定要拳頭洗 因為你第一次正常的洗髮之後呢 你只要在局部漂髮 比如說耳圈的 你只要洗耳圈的那個地方就好了 你比如說輪廓染 比如說髮袋染 那當然你要拳頭洗也OK啦 可是呢你第二次洗的話 你可以洗在淺色吧 你想上色的地方就可以了 OK 對 所以你也可以跟客人這樣講 那很方便 操作很方便 用洗髮的方式 你就可以上色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多帶一瓶 多推薦一瓶那個 那個角色洗 我們的那個角黃洗髮路 給客人帶回去 你要提升你的電瓣業績了 對不對 我們這個 泡泡啊 5分鐘 顏色我就發現好漂亮 我就沖水了 5分鐘而已 很快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而且最主要是操作方便 時間不用等太久 操作又方便 然後又有效果 你可以看到 before跟after 你看這個顏色 才5分鐘就可以做出這個顏色 客人肯定喜歡的 因為操作很簡單 我覺得現在這個 這個疫情期間呢 時間才是關鍵 怎麼樣讓客人覺得簡單方便 又有效果 那客人才會有購買意願 你才能夠提升你的店裡面的業績 跟你的電瓣業績嘛 把這個當電瓣產品來使用 我覺得他跟你過去以前 那個那個你所電瓣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假如 假如 假如你重新 PO在你的臉書PO文 你可以幫你的客人做大師特調色 讓你的客人 居家很容易去補色 那你的客人一定會詢問你 蛤? 欸老師 那個C師 我怎麼樣居家補色 因為客人一定很想了解 因為他不敢出門 不敢染頭髮 那你這樣PO 客人群人度會變高 未來你在店裡面 你就可以去比較容易去做推薦 好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Cano老師 一般法是有兩段法 那那個你也可以透過居家的方式 很快速的補色 Cano老師你剛剛停多久 我剛剛停15分鐘而已 停15分鐘 15分鐘 剛剛很明顯的兩段色 對 幫你做柔和 對 馬上看起來髮質的質感就變得很好了 對對對 就是整個幫你接色的很漂亮 然後平常啊 你就是可以幫你恢復到 好像如同在沙龍裡面 剛好染完的那個顏色這樣子 讓你持續美麗啊 在日常生活當中 嘿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方便操作的一個產品 消費者居家操作很方便 你要告訴客人 欸你回去不是像我那一片一片塗抹喔 你回去就是一把抓起來 然後挖一招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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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讓客人很簡單的操作 對 你可以半開玩笑的跟客人講 你要讓客人產生興趣 因為每個客人 就算你試著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CSS請試著想像一下 你跟客人講 欸我們推薦你一瓶產品 你們回去自己染頭髮 消費者會想到什麼 消費者想到說 喔染頭髮很麻煩 染頭髮會怎麼樣 染頭髮會怎麼樣 會滴得到處都是 啊我不會塗抹 我滴得到整個臉都死 消費者肯定他的想像的畫面是這樣 所以呢你就告訴客人很簡單 你在家裡面會不會自己護髮 啊你護髮都怎麼護的 啊就這樣挖一招 對回家 因為這個是髮模 回家就是照這樣操作就可以了 他很方便操作 你不要讓顧客回想 你在幫他染頭髮的過程 他一片每一片要分一公分 不能夠超過一公分 然後染刷去沾染膏 然後慢慢塗 顧客的聽得更啊 嗯 然後你就告訴別人 不用這樣操作 阿菲老師 剛剛有同學在問我配方 對 那我先簡單分享我的配方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到老師的配方 很簡單 我的配方就是用我的紫色 有三個顏色 就是第一個是紫色 然後第二個是紅色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一瓶 我們比較優雅色的 819的顏色 那比例的話是 我們的紫色是三份 然後紅色是兩份 優雅色是一份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幫他做 今天示範的那個顏色配方 對 很簡單可以本來兩段色 然後你用一個髮膜 就可以讓客人感覺好像 剛從沙龍染頭髮回去一樣 對 還原就是 對 顏色 對 所以是操作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你認為 你不推薦給客人 你對得起客人嗎 你要讓客人變黃毛丫頭嗎 變稻草黃嗎 對 黃臉婆這樣 在家上班 帶小孩已經夠煩了 結果頭髮亂七八糟 看對著鏡子照 感覺更煩 對不對 你要告訴你的客人 要愛護自己 愛家 愛小孩 也愛自己 OK 那對我們今天的一個 產品資訊的分享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疑問 想要問的 我這邊在最後呢 再提供給各位一個觀念 就是 你要在疫情期間 就算現在疫情 已經慢慢有趨緩的現象 我相信各位現場 應該也變得開始忙碌起來了 可是十個客人裡面 全部都是剪頭髮 可能只有一個 或者兩個會染頭髮而已 因為真的受不了他才會染 那其他的客人你業績是不是都掉了 都流失了 那客人他未來忍耐 忍耐到最後到時候找你染那是好的 你不要讓客人養成DIY的習慣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千萬不要讓客人養成DIY染髮的習慣 這個時候呢 客人在剪頭髮的時候 你就可以推薦他兩個部分 第一個快速護髮鍵上色 那30分鐘20分鐘 你就可以達到護髮鍵上色的效果 第二個呢 就是推薦我們這一組大式特調 讓客人帶回去 你跟客人講很簡單 我幫你調好顏色 你等於鼓鼓勒 滷滷滷滷 這樣就好了 停5分鐘10分鐘就好了 那你就簡單示範大概怎麼操作就可以 甚至呢 你可以跟客人講 我幫你操作 你在這邊 我先染一次給你看 你再帶 你覺得OK很方便 你再帶一組回去 你也可以這樣跟客人講 你就可以賺兩次錢 店內服務的費用 店辦的一個價錢 很簡單 那客人肯定有興趣的 因為沒有人不想說 我要讓自己變好看嘛 然後因為他又簡單又方便 只要你能夠抓到顧客的點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們今天呢 感謝三位老師的一個分享 包括金銘老師的鎖濃綠 還有那個 Leko老師的一個 那個居家洗戶 有人舉手 Ivy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問就是 打完後的這個髮膜的顏色啊 可以維持多久 要看髮質 對 髮質如果是健康的話 可以維持10到15次洗髮 如果像那個鎖濃綠 像這種呢 維持大概三次 就跟一般你永久冷的時間一樣 大概維持三次洗髮 如果兩天三天洗濕頭 大概維持一個多禮拜 大概洗三到五次 大概洗三到五次 他顏色會是慢慢掉的 要看第一個你的髮質狀況 第二個你顏色的深淺 顏色越淡的越淺的 因為色素比較少 所以顏色會比較容易掉 然後如果像Cano老師這個顏色 因為他顏色是比較飽和比較深的 同時呢 因為他的頭髮是沒有比較不受損 所以可以維持10次到15次的洗髮 好的謝謝 OK不會 他顏色會掉 但是他不會洗一次就掉了 那洗一次就掉那也不用賣了嘛 你要光打去把全補 結果人家回賣了 這樣洗一次就掉了 好 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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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還誰舉手 阿梅 你舉手要問事情嗎 阿菲老師 因為我接色的客人比較多 Kano老師這次是接暖色嘛 那如果接冷色怎麼配方 OK 接冷色就三原色調在一起 然後紫色或藍色多一點 加這個藍色 多一點就好了 就會偏冷色掉 嗯 對 就是原本的紫 對 紅色變成藍色就可以了 紅色變成藍色就可以了 對 我剛剛分享的配方 比例也是一樣嗎 不一定 依照你想要的效果去調那個比例就可以 藍色顏色比較重喔 藍色顏色比較重 那如果要咖啡色呢 可能就一份就可以了 對 那咖啡色你就紅黃藍三原色 他就變咖啡色 對 紅黃藍色一比一比一 再多一個黃色 對 然後你要 那你要三原色去調 你要偏冷 你就藍色多加一點 你要偏軟就紅色多加一點 好 OK 好 那還有其他老師有問題了嗎 好 那有舉手了沒有問題的話 可以把手再點一下 那 手舉太久會痠 好 波波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一下如果調奶茶色怎麼配方 奶茶色 奶茶色 好 奶茶色 奶茶色 你可以跟我們業務索取這個配方 好 好 這是我們之前直播過的示範 就阿薩姆奶茶 你看 before 是這樣 顧客 顧客一樣可以再加DIY 阿薩姆奶茶的配方是819加黃加紅 然後呢 50比20比1 然後底色大概是在7度半 你就可以做出阿薩姆奶茶 阿薩姆 好 好 謝謝 好 那還有其他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請線上的客戶 記得找各自的業務下訂單喔 強強強強 好 那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機會難得 我們沒有對外 我們只提供給今天有上線的老師 那我們活動呢 就到這個 到下個禮拜一 到下個禮拜一 本來我們都只有只限當天啦 那因為我知道各位老師可能需要跟店裡面溝通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算老師你個人買都花得來 你自己花錢買都花得來 為什麼 因為你這一組才多少錢 就算你買大師組才3800 可是呢你如果幫他做電用電飯你就要賺多少 我成本降一半下來 那你看一下喔 這個成本變200多300 那利潤是不是更高 你今天如果電飯一組賺1000塊 一組賺1000塊 你賣10坪就賺多少 你的利潤就1萬塊來 對不對 就算公司進貨你利潤也有5000塊 你一個月只要賣個10坪 那個大師特調給客人 賣給10個客人 你一個月就多5000塊的一個 一個業績 電飯業績 你看 中廠法250克 成本558 再加上我們的打折成本大概剩下255 200多塊300塊 售價1500 你的利潤是不是有1000多塊 1200 利潤1200呢 就算公司跟公司對抽 你的利潤也有600塊 一個客人賺600塊 你一個月只要推10組 你的客人你就10組就有6000塊 額外多出來的利潤 那你不賣這個你要賣什麼 對不對 我覺得你反而推這個 而且客人購買意願又高 而且這個是消耗品 你想像一下一瓶洗髮精 要買要洗多久 可是這個是髮膜 客人顏色掉了 只要客人買回去 我告訴你 顏色掉了 他馬上補 因為很方便很容易 顏色掉了馬上補 這個一罐大概使用三次 你幫他裝的量 我算過大概使用三次到四次 省一點的可能四次 或者是我們算五次好了 下個月他一定又回來找你買 因為他用完了 用完了他喜歡 他一定會找你買 因為客人也滑得來 那你會覺得 他會影響到你的染髮業績嗎 不會 因為像Canon那個模特兒一樣 我們再看一下Canon的模特兒 髮跟黑色髮 他一樣是黑色髮 髮跟黑色髮 他一樣是黑色髮 所以他不會去改變深色髮的顏色 所以他不會去影響到你的染髮 店裡面染髮業績 等到客人又回來了 你告訴他 你這個髮跟顏色太深了 那我覺得你應該先做一次 再做一次永久染 回去再拿這個來補色 所以他不會去影響到你的永久染業績 那你說他能夠蓋白髮嗎 他我們不建議他用來蓋白髮 那你要客人蓋白髮怎麼辦 你就下個禮拜四再上線來聽 那我們就跟你分享怎麼樣 操作時蓋白髮 操作10分鐘 停留15分 然後沖水5分鐘 30分鐘讓你蓋白髮 操作跟停留完成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四要跟各位分享的 好 那時間到這邊也大概接近尾聲 最後呢跟各位分享一下 下個禮拜一下午我們的直播 下個禮拜一呢我們是一起練工房 下個禮拜一下午要練什麼工 我們HOCC台中網紅名店HOCC來分享 要分享網紅 韓妞網紅必拜的燙髮 我們下個禮拜一下午2點50到4點 一個小時的時間會來分享有關燙髮 網紅燙髮的一個趨勢 好 那希望各位也能夠準時的上限 希望能夠準時的上限 好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有幫助到各位嗎 喜歡的話幫個按讚 然後呢 那個需要你請 今天的連結呢 你可以跟我們業務索取 可以跟我們業務索取 我們今天的連結的回放 ok 要採購的人請截圖發給你的業務 表示你上課 好的 那個 謝謝 那個 如果你對我們的特惠方案 ok的話 你有興趣 麻煩請找我們的直屬業務 你的直屬業務就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時間 分享的時間就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今天的時間 謝謝 希望透過我們這個產品 能夠去提升你的電用跟電飯的業績 這個才是我們的目的 產品是其次 能夠賺錢才是目的 那一組呢 最少可以讓你賺 提升非常非常多的業績 ok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拜拜 謝謝各位老師 下週見 拜拜 下週見 請amous 下週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